本土疫情延燒 臺原市府也宣布 讓公私立國小提早放寒假 而全臺是否要考慮跟進 提早放假呢 教育部長潘文中表示 目前還沒有到全臺全面性停課階段 後續也會看疫情的發展 配合指揮中心來處理 午餐時間 吃飯隔板搬上桌 本土疫情延燒 在桃園室友學校怕吃飯時間 無法維持到社交距離 先超前部署 重啟防疫隔板 桃園機場染疫案擴大 目前桃園已經有多所學校 傳出學生確診消息 市府也宣布公私立國小提早放寒假 但與此同時 外界也關注這種做法 是否會全臺統一 預防性的停課的模式 以目前的疫情 跟指揮中心這邊的觀測跟瞭解 暫時還是先以個案性的方式來做這個防疫 應該還不至於即刻 去啟動到全面性的停課 正義部長潘文中指出 目前是以校園防疫指引 採取短天期的預防性停課措施為主 桃園市到十三號 一共是有六所學校和一間補習班停課 原部分的確診者子女採檢陰性 所以十四號確定是有兩所學校復刻 至於二十一號登場的大學學策 也已經採取最高防疫規格 診斷學生確診隔離等狀況 有相關的因應 而另外原定規劃在三月份 開放配搶隨經華語聲入境 以外採取嚴格的檢疫規範 潘文中認為各校外勒 迎接境外生一定會做好相關的安排 落實防疫 確保國境安全同時 也可以讓學生健康進校園 至於整體的校園防疫規範 也會配合指揮中心 及時採取因應措施 記得台北桃園雲林 綜合報導